秉持着佛法的悲润从无到有 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了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圣集法师为出家时 与家人用餐看到行脚非洲的和尚爸爸这本书 赞叹ACC创办人惠离法师以无师的大爱精神 远渡崇洋将佛法传到非洲 如此殊胜的姻缘让他发菩提心并出家弘扬佛法 大概在十年前 我带小孩子去一个素食面摊 去吃面 吃晚餐 然后看到桌子上有一本书 叫做《行脚非洲的和尚爸爸》 那个时候就想说 怎么会有一个台湾的出家法师 愿意舍下台湾这么好的环境 到这么困难的非洲去盖孤儿院 去盖学校 那时候心里我就动了一个念头 哪一天如果有姻缘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真正决定去非洲的姻缘 是我父亲往生之后 我妈妈也不在了嘛 我想说事情都办完了 那我小孩子也差不多大了 我就跟我的小孩子家人沟通 我就去了非洲 那惠里法师就先派我到马达加斯加的院区 战绩法师受到惠里法师的影响 于2019年志愿前往非洲马达加斯加服务 与ACC马达加斯加阵营院长从无到有 1.1D将ACC马达加斯加院区建立起来 十方新闻黄慧如肖瑞峰高雄财风报导